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再紧急给大家插播一个小段消息 怎么回事呢 目前有小段消息出来 说上海不只是要封城了 它要全面的军管 而且整个封城时间可能要后移 本来说是马上这两天就要解封了 不是 马上据说要拖到5月1号 甚至到5月中旬再看情况解封 所以这事闹得有点大 而老国人都知道 咱们频道是不传小道消息的 只不过由于近些年 谣言往往变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 所以咱们不得不给大家说一下 分析一下这个可能性 同时上海出现了一些神奇的人 他们想尽办法脱离监控 逃往中国其他南方小城 所以现在的中国其他 尤其南方地区上海周边 展开了一场围追抓捕上门 敲门抓捕上海人的行动 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得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所以今天咱们长话短说 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 好怎么回事呢 老估计我们先来看新闻 看我号码的背景 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吧 这个就是目前网上流传的监控的截图 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时间点是 2022年的4月7号 大量的军队从火车上下来 在整理装备 那么他们是要做什么呢 这个事情各个小区实际上在民间已经有消息开始传了 你们可以看 有人说群里开始传消息 军事院管理的部队要来了 也有人说朋友说上海最好要隔离到5月1号 同时还有人的叔叔是武警部队 他们接着通知说 所有的小区要安排两个军警进行站岗 而且这两天要赶紧囤东西 不然的话所有人都出不去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有人汇总的一些内部消息 有人说市政府会议的决定 全市要封到5月1号 这一点已经是确定的了 之后要不要封5月1号再做决定 到时候看情况 那么现在所有的生活物资要求由政府全面管控 个人的网购商业行为完全停止 政府在统筹安排如何给市民发放生活物资 主要分为四个点进行后续的操作 一 5月1号到5月7号 全市封控情况维持现状 维持目前生产运行方案 等待市政府发布最新公告 及时调整生产方案 二 5月7号到5月11号 浦西部分地区解封 浦东及相关区域继续封控 三 5月11号后 全市社会面新增要清零 然后全市部分区域解封 四 5月中旬 5月18日 全市大面积解封 这是目前所谓的市政府会议的一个消息 但是具体情况是否属实 还要等待时间的进一步验证 但是我们今天先放在这里 大家到时候可以 5月份 大家记得回来再看一看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消息 就是各地区开始抓上海人了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最开始是在一些群里边的截图里边发现的 说有十几个上海人趁着夜色滑着皮划艇 滑了很久 滑到了他另外一个朋友住的小城 南方小城 然后被民兵的联控发现了 有人说这个是他们犯了严重的偷渡罪 说实在这个真的是火酒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居然还能在国境内的移动 可以犯了偷渡罪 牛逼 所以现在整个南方小城是全城搜索 已经抓了几个人了 还有几个人被当地的亲朋好友藏了起来 现在这个小城已经完全封闭了 那么为了查询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是否是别人编出来的故事 我得对大家观众朋友们负责 我就开始搜索相关的信息 结果还真让我查到了一些消息 你比如说看这个图片 在一些微信截图里边 有人说今晚敲门行动 排查上海人 说情势十分严峻 利用今晚一晚的时间挨家挨户敲门 要查哪里有上海人 说是什么海门 所有政党机关工作人员是全员出动 只要查到上海人 立刻带走 还有同样是一个小区的群聊 那么通过这个人打了马才克 前面第一个在是海 第二个字虽然打了马才克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门字的右上半边 所以毫无疑问 这个城市可能已经确定 就是中国海门 那么他就说 说这个各位居民注意 居民朋友紧急通知 由于疫情原因 今晚进行敲门行动 由于时间较晚 如上门询问信息的 还请见谅 谢谢 配合信息员工作 感谢各位居民的配合 这个连发了三遍 那么毫无疑问 就是在搜捕这些跑出来的上海人 好 那么新闻就暂时给大家说到这里 下面进入这个分析环节 首先我们要确定 我来说一下我自己对这世界的看法 就是关于这个军管的可能性大小 我个人认为这个军管可能是板上钉钉的 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为什么 咱们这一条条来说 首先我可能要抛出一个很多人觉得很惊诧 或者是不太认同的一个消息 一个观点 就是其实想解决目前上海的乱局 只有两个极端的办法 一个是慢功夫 一个是快功夫 一个是在做的之前 一个是做的之后 那么现在已经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是之后 所以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 那还真的就是全面军管 坦白的说 我们来不发生做一个复盘 为什么上海现在沦落到 有很多的人吃不上饭 包括著名的台湾演员叫李立群 就这位 他这不是发了一个视频 说连肉夹馍肉夹馍 只能买到馍都买不到肉 所以买到馍之后 赶紧买了点青菜 赶紧炖了一份什么什么什么 磨泡五花肉 他说这是这两天吃的一顿盛严 就这么一顿破饭 能说是盛严 这个话里话外的意思 已经可想而知了 上海的很多人的物资 风的匮乏到什么程度 连这些演员住的相对的比较好的小区 都是这个尿性 甚至还有人发出一些疑似 没有得到证实的说 据说是收购了什么永辉超市的 一位姓徐的老板 听说也在挤在一些面包群里边 抢面包抢牛奶抢吃的 买不到 所以这些消息都是民间的小道消息 但是由于官方的不作为和信息封锁 我们也只能透过这些小道消息 来一窥端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什么导致的 咱们上一期和上上期都聊了 就是由于上海内部派系林立管理混乱 各地方的负责人为了把这些单子 把这些不是没有食物 对吗 还记得我发那个视频吗 大好好的鸡蛋 好好的这些肉菜 全部烂掉扔掉 也不给上海外人民发 为什么 因为你是外地来的 这些东西轮不到我的小舅子 就不给你 那好 要不要破解这个办法呢 那目前似乎看 军管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把这个城市像一个网格一样 给它筛起来 像一个猪圈一样 把它封起来 每一个小区派军队站稿 这些军队来干嘛来了 这些军队来一方面 是威慑这些官员 都别动啊 别乱动啊 再搞事情 再给你们的小姨子惹出乱子来 老子收拾你 但更重要的是 这些军队也是来防止 来镇压那些提出问题的人 那些喊着吃不上饭 要冲破关卡的人 这些军队是用来解决他们的 所以说呢 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中国刚才说了 我有一说 有一个好方法 好方法是什么 自然就是你前期做好准备 你的官员的励志 你官员的这个执政能力 你官员的清廉程度 整个官邀体系的监察系统 如果你前期把这个问题做好 上海压根就不会到这个地步 对吗 如果你之前把这些问题做好 我说的这个好的方法 就是上海你如果提前做好的话 今天就算封城 不安排给小姨子 不安排给关系户 所有的物资按户发放 能够多难 上海浦西浦东 咔一划分 对吧 东温一支地 西温一支地 咔一划分之后 每个小区安排负责 每个小区多少物资咔咔一送 其实是 这是最好的方法 非常简单 对吗 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情况做不到 那好 现在军队到了 中国政府试图用过军队来进行镇压 来进行执政力的保证 所以我判断这个事情是真 因为目前来看 这个是最有效的 能够把上海在这个烂摊子情况下 最有效的 把上海的人民和整个城市秩序 维持住的一个唯一的方法 同时这个事情的作风 它的做事风格 也非常符合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 他一贯以来的做法 习近平的执政方针 其实你看得出来 其实只有一言以蔽之 就是一棍子捅到底 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 他就要用动用他所有的力量 把这个事情贯彻到底 不管对错 只要老子认 就要把它贯彻到底 所以目前上海这个情况很明显 我们之前分析过 调动军队实际上来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中国乱局的一个体现和开始 军人军队不参政 这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共识 一旦军队有了政治倾向 有了政治动力和政治利益和政治威势的话 军队站上政治舞台 实际上往往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行政权力 衰落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正常的民主国家 正常的一个健康国家 运用行政管理 用议会 用开会 用法院 用这些民用单位 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只有一个社会病到一定程度了 以后军队才会上 所以这本身不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他就做了 所以上海军管目前我看来的话 是可能性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 那就是希望上海小伙伴们 是个上海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现在趁着还有时间 现在是4月7号 那你们看到我节目 可能已经4月8号了 那么如果说从4月9号 开始彻底封空的话 留给你们的冲口时间 只有一天左右了 尽量要囤积构 尽你们所能的 就是说囤积物资 有些小区说了 我现在已经买不到东西 那你买不到也没有办法 但是有一些小区 你们现在还能够通过物业 或还能通过商业 或者说团购渠道 买东西的话 尽快早下手 尤其是一些发热的退烧药 一些感冒药 一些咳嗽药 家里老人常备的一些基本药 还有就是基本的吃食 赶紧能备的先备上 冰箱里边 那些无用的都先清出来 保证比如家里有孩子的 奶粉一定要管购 牛奶一定要管购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就不用 我再教到你们 个人根据你们自己的家庭情况 来进行分配 这个钱 如果说后面证明说 没有军管 军管你提前买了的货了 你看起来亏了 但是如果军管 如果真的是所有人都进出不去 而如果这中国想的挺好 很多城市都想的很好 但是军管之后物资依然没有配底上 他想挺好 我把所有的军管都控制住 所有的区调都控制住 你们别再给你们的小姨子了 直接通过我来 但是如果说有些人的地方手眼通天 如果说军队里边也被腐蚀了 那么有些人拉关系 军队里边靠找军队里边的小姨子来送东西的话 那么可能上海有些小区有些地区你们还是吃不上饭 所以谁也保不齐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作为生斗小民意 作为我们普通的韭菜 我们能做的事情也就只能是博一个机会成本 那就是什么 花钱 先囤上 先囤上再说 即便是没发生 就当破财消灾了 这是我们唯一的 作为小老百姓 唯一能做的准备工作了 而且这个时间 这个准备工作的时间窗口在不断的缩短 随时可能上面一胸正下 封掉 所有民间的囤购 咔 封掉 真到那个时候 你想哭就都来不及了 包括像上海跑出去这些人 你跑得出去吗 在中国目前这种数字天网的监控下 天上有无人机 地上有摄像头 你往哪跑 你往哪游 你往哪逃 你出不去 各小区各地区 谁敢收留外边来的人 挨家挨户都敲门排查了 你跑不掉的 你能躲哪去 所以说这些问题 关注朋友们 尤其是上海的朋友们 迫在眉睫 如果看我视频的朋友 你有亲朋好友住在上海 甚至你们的亲人 你们的父母老人朋友孩子住在上海的话 请尽量给他们转达 哪怕他们就是说不接受你的好意 觉得你多余 那你做了以后 你但求无愧于心 你尽力了 通知他们 但凡能救一个人 但凡能让一家人免于后面的这些物资匮乏 那我觉得咱们都做了一件好事 你说呢 好了 今天这个事就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这里 这只是一个短讯 咱们就不多说了 有什么规定看法 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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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